各位群友大家好 感谢船长 感谢北美诸多教育群 今天呢 我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专题 从青少年的角度 如何去谈人生规划 那当然 那我们就避开了 比如说如何去规划 老年人的人生等等 那同时呢 我也应该 跟各位群友讲一句呢 就是人生的规划呢 我自己肯定啊 第一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 我肯定说不完 说不透 说不清楚 第二呢 我也坦率的说 可能连我自己 都没有完全想清楚 连我自己 也不一定能够活得明白 但是呢 把我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 积累的一些经验 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也欢迎所有的群友 包括群里边很多大咖 包括我们的老师 船长 大家一起拍砖 互动 我们在切磋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小吵 我们可以大嚷嚷 但只要不是大骂 那我们还能够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共同进步 只要能够谋求我们人生的进步 即可 像刚才呢 船长读的最后的那一段话 尤其我印象很深的 他就像在那个茅茅的大海里边行船 你不可能是走一条直线 人生的规划 肯定不是一条直线 好嘞 那我呢 跟大家呢 简单的开始我们今天人生规划 这个话题 我先来跟大家明确一下 在今天跟大家讲座的过程当中呢 我肯定呢 会举很多例子 特别是什么呢 我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名人 所以在这呢 我要表一个态 第一呢 我没有任何的立场 第二 我绝不想引战 这是今天网络上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嘛 我们呢 不去评论任何人的对与错 好与坏 那更不代表我们北美教育群的立场啊 仅仅是我个人发表的一点点见解而已 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不同意见 这个没关系 咱一起切磋 探讨 还是我那句话 咱只要别那个大骂 我们可以小吵大嚷嚷 这都没问题 我们先来说啊 针对人生的规划 其实呢 在我们 呃 人生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很多呀 就是大家感觉哎呀 那个常识 它一定是对的 或者说呢 我们作为一种常识 或者说常见的一种说法 我们都司空见惯了 习惯了 习以为常了 我们就把它接受了 但是其中有很多东西呢 可能就断送了我们自己美好的前程 那我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们这么多群里边的群友 那个年纪大的 或者说呢 呃 年轻的学生朋友们 青少年朋友们 呃 有没有听到过你自己爸妈说过类似的话 或者长辈 呃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比如说啊 他们有没有说过 说我干了一辈子汽车行业 我干了一辈子财务专业 我干了一辈子金融 我深知这个行业啊 它到底有多艰辛 它到底有多难 所以呢 我绝不让我的孩子受这个罪 遭这个累 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改行 呃 我们 那我就 第一个我先抛出一个问题啊 请你认真的想一想 有没有在你身边 你父母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你的长辈 你的老师 你的朋友 或者说你比较尊重的年纪大一点的人 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相信 我们群里边大多数的朋友都应该能够回忆起来 一定听到过类似的话 但是我告诉你 这句话就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 将来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 您一旦 您一旦比如说做了家长 你有孩子了吗 对吧 呃 那么 或者帮助自己孩子 说那个我我来帮助辅导你那个 呃 那个咱大学报什么专业啊 等等 在这个时候呢 就千万要记住 如果你是汽车行业出身的 我仅以汽车行业 举例 有可能是金融行业啊 对吧 那么 你要鼓励你的孩子 学习同一个行业 从事同一个行业的工作 只有这样 你家小孩 第一 他学完了 回到家 他有一个现成的老师 而且你们有诸多共同的语言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将来你家女儿啊 你家儿子呀 同一个专业毕业以后 你就把他交给你过去的下属 你就跟你过去的下属 那都是你悉心栽培的人吧 对吧 你就跟他们说 当年我是怎么样 培养你们的 我是怎么样悉心调教你们的 今天把我家孩儿交给你们 你们也要把我家孩儿 像我当初对你们这样 把他培养 调教 带大 记住啊 你家小孩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 你家小孩儿 会少走很多弯路 比其他和他同一时期 才在探索职业生涯的人 他就抢夺了先机 先生夺人 少走弯路 记住 那有可能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一招先 有可能让你吃遍天 而 如果你家 爷爷 爸爸 儿子 孙子 重孙子 全都干的是同一个行业 你们家不就是摩根家族金融世家了吗 同时我们在探索人生规划的时候呢 我也需要提醒大家呢 呃 往往我们大家啊 呃 最常见的 那个同学聚会 你比如说吧 呃 初中毕业了 多少年以后 初中同学聚会 高中毕业了 多少年以后 高中同学聚会 最常见的当然是大学毕业了 对吧 多少年以后 大学同学毕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了 你自觉不自觉的就会比 你就会横着比 对吗 呃 别人发展成什么样了 而今天的我又发展成了什么样 呃 而记住 在这个比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有可能会迷失自我 这是我们在人生规划当中 经常会犯的另一个错 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记住 人生规划基于什么 一个准确的自知 如果我们不自知 对吧 你你去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吗 比完了以后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达到 那你又比他何来呢 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 我们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 自知 基于自知的前提 呃 那 好了 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 这 像我们大家有没有听到过 孙子兵法里面 经常说的一句话 呃 这这句话是错误的啊 就是很多人老说嘛 知己 知彼 百战 百胜 啊 记住啊 这句话都是放在有一些知名机构的大门口 其实 孙子兵法的原文是什么呢 是知彼 知己 百战 不殆 注意顺序是不对的啊 呃 就是咱 呃 那我刚才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大家 你去很多像什么八一啊 呃 军校啊 这类的 你去看吧 知己 知彼 百战 百胜 呃 这句话呢 不是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的原文是知彼 知己 这是第一注意顺序 第二 他不是百战百胜 他说的是百战 不殆 好 为什么孙子把知彼 放在了前头 因为 了解别人容易 而知己 也就是了解自己 往往最难 所以如果真正说 人生规划 其实呢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 我们先认认真真的 完成什么呢 自我认知 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知道 呃 那像我们通常所说的 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呃 我能干一辈子 我只能现在就告诉各位 那是你一个美丽的梦想 这种梦想通常是很难实现 呃 而极有可能是什么呢 那个 就像谈恋爱的朋友经常说的啊 那个 往往你爱的人 不是你去结婚的人 而结婚的人都是爱你的人 那那也就是说 你可能不一定 从你的内心不一定很爱他 怎么办 在跟他未来生活的过程当中 学着去爱他 逐渐适应着去爱他 这就是美国著名的惠特尼 休斯顿唱过的那首歌嘛 Learning to love 呃 我们可能是要学着去爱 有的时候不要把爱当成是一种本能 他可能是也是你需要积累的一些个知识 技能 经验人生的一些阅历 然后你通过学习 你再去怎么样去提高你自己 哎 那好了 这个我刚才扯的远啊 那个 找到一个 就你一定要自知嘛 对吧 像我刚才说 我们很难做到自知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我擅长什么 我不擅长什么 尤其是在我们 做学生 或者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一定知道 所以呢 将来记住啊 就是那个 知道别人容易 知道自己很难 所以知彼在前 知己在后 同时呢 不要说百战百胜 这句话是不对的 孙子强调的是百战不贷 什么呢 千万不要败 所以他在孙子兵法里面明确说的 对吧 呃 那个 人不能复生 国不能复存 国王不能复存嘛 就一个国家 一旦被人家灭了 您想再活过来 很难 对吗 像萨达姆把那个科威特给干倒了 没有美国人的帮助 科威特想复国 太难了 这是绝少的例子 还有呢 就是史玉柱 哎 一旦败了 很少有人有史玉柱的命 所以呢 在这儿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在人生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自知 我们很多情况下呢 就是大家很难做到自知 哎 借着这个机会呢 也是跟大家说 人生规划 我们经常会犯那些个错误嘛 哎 后边 我们在跟大家研讨的过程当中 我随着跟大家研讨 随着会再跟大家说 我们经常会犯那些个错误 好吧 那我们在这儿就那个点到为止 作为一个呃 那个那个icebreaker 一个破冰 呃 我们大家开始慢慢的聊起来 人生规划 将来我们大家呢 要塑造自己人生的成功 呃 中国的国学 呃 你像道家 呃 尤其那个老子 后边庄子 呃 甚至于呢 包括那个孔子 都说过 呃 然后呢 在千百年之后 美国有一个名人 这个人叫Steven Covey Steven Covey呢 呃 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号称全世界销量过异 这本书呢 叫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呃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在这本书里面 Steven Covey就说了 人生的成功就是什么 Peace and Harmony 和谐宁静 而当然呢 像类似于什么马斯洛呀 大家知另外还知道的像什么 爱尔德福啊 迈克里兰呀 这些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大师也都对那个人生的成功做个定义嘛 对吧 那其中呢 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后的最高的一层 自我价值实现 self actualization 对吧 实际上呢 马斯洛我感觉他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往上落 对吧 您先第一呢 是生理需求 吃饱穿暖 吃饱了穿暖了 怕粮食被人家抢走了 就得安全了 对吧 那我这个城墙也盖了 院篱笔墙也垒了 安全了 也吃饱了 这时候就开始社交了吗 那就跟邻居 那咱们就得走动走动了吗 这就是社交需求 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呢 还需要尊重 马斯洛呢 就这么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撩 撩到最后实在是这他娘撩到什么时候 多少层算是头啊 我估计呢 他没办法 最后裸了一层self-actualization 自我价值实现 对吧 你选择 你喜欢 这是咱中国人最常见的 非常准确的 那个到位 这种理解 其实不用马斯洛 千百年前孔子 对吧 有一次上课 孔子就问他的学生 来吧 那个 听说什么人生要分几个层次 来吧 哥几个 你们都是我的这个 这个多少个贤徒 多少个圣人 来吧 一块给我招呼 人生什么叫成功 当然呢 他这些个 弟子一个一个就蹦出来嘛 对吧 这个子 那个子 这个路 那个贡 稀了哗啦就往外蹦 大伙就侃侃而谈 我家伙给孔子聊的不行了 困了 这家伙 摇头 这家 好不容易孔子点头了 原来是打盹呢 也就是说 孔子对学生们的说法呢 就很不满意 结果孔子呢 一摆头一看 我的天 旁边 曾希这小伙 正在抚琴 注意啊 今天咱叫背景音乐 background music 对吧 孔先生当年 孔圣人讲课的时候 就是背景音乐 所以 曾希 也就是曾子 他正在抚琴嘛 背景音乐 老师给他们 欲教 欲乐 结果呢 当 这个 孔子 问道 说 小曾同学 你也聊聊吧 他们都聊了这么多 给我聊的都困了 对吧 什么叫人生的成功 那 曾子就说了 说老师 我认为人工 人生的成功是什么呢 就是春天到了 我们约着自己的亲友 大家穿上新衣服 一块到郊外去郊游 交游回来 我们大家一起在春天的河湖里边 沐浴 注意啊 古代中国男女同意 同欲 这个是正常的 今天呢 肯定有伦理问题了嘛 在古代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你包括那个 孔圣人 对吗 不就是他爸爸嘛 老当义壮 对吧 那个在山上 那个就是在这个狂欢节这一天嘛 十多岁的小姑娘 那也就是那个孔圣人的母亲嘛 跟他爸爸那年月都 他老爸估计都快六十了 在山上 野战 那今天如果要在车里边 那就叫车镇 当年估计人家没坐马车 总之 怀上了这个孩子 生下来这个孩子 两口子就把他抱到了那个山上 就那个狂欢的那个山上 然后取名 孔秋 注意各位群友 各位大咖 我们不是对圣人的亵渎 这个呢 在咱中国古代 这种做法 就这种狂欢啊 是正常的 大汉民族的 古代历史传统 今天这个传统就走到了什么 抛秀球嘛 实际上就是当年 大汉民族的这个传统 年袭到了今天 抛完了秀球 那不就是钻小树林了吗 那后边开车的就是车镇 没车的上了山就是野战 当然这个呃 我这个这么大岁数跟同学们聊这个就有点远了啊 也是让咱们大家拓宽一些那个了解的领域吧 刚才曾子说了我们回来一块沐浴 对吧 就是在河里边湖里边春天的河湖里边沐浴 而往往在这个沐浴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可能会出现野战 而且不管那个时候是不顾的 那个什么你是有夫之夫啊 我是有夫之夫啊 这这都不重要了 然后呢就到那个祖先的祭坛之上 祭拜祖先 祭拜完祖先之后 站在祭坛之上 平澜临峰 欣赏大自然的美 我当然是用了这一堆大白话啊 把当时曾希曾子说的这个 这个文言文 在论语里边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这个时候 那个 孔子表示 对吧 就是论语里边原话 无语 希 曾希 对吧 就我同意他的意见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 Steven Covey说了 人生的成功是宁静和谐 其实呢 这个几千年前 曾子 孔子早已经就做过同样的定义 这对人生成功的一个定义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 跟大家先 因为毕竟我们要讲人生规划 那如果你讲人生规划 连人生的成功 我们都没做一个定义 那咱就没法聊了嘛 好 那对准了人生的成功 像我刚才给大家发的这一张胶片 我们就用当代的这些语言 将来我们大家在培养你自己职业生涯成功的时候 因为我们并没有聊老年规划嘛 对吧 你怎么把你的钱分怎么去做投资 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边 你要去做怎样的投资 规划自己的人生 而我们今天更多的呢 聊的是从青少年走向成功 我先奠定一个基石嘛 把这个基石奠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聊后边 对吧 多少钱放到保险里边 多少钱放到固定资产 多少钱放到流动资产 等等 这些那都是题外话嘛 咱群里边类似的大咖也有很多 到时候呢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些那个这个同一个专题的补充话题的分享 那看到这个胶片我提醒大家 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像诚信吧 对吧 那我呢 当年我大儿子来加拿大 多大吗 读书 他是先上高中 然后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当时呢 我认真地跟他谈过一次 当然我自己的孩子嘛 我呢 在他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上 跟他进行了几次比较认真的交谈 那么其中呢 就是在他高中准备考大学 就是刚到加拿大来 上高中 然后做好准备要考大学 那个时候就跟他谈了一次 我说你一定要记住 你将来在人生当中 绝不能犯的错误 是诚信的错误 我说你其他的错误呢 你可以犯 你有机会去改 但是如果你的credibility 和你的integrity出现问题 别人可以再次相信 给你机会 但是那需要耗费的时间 和你自己需要耗费的努力太大 所以有的时候呢 诚信的错误啊 其实他没 没有明显的边界 对吗 咱们说了嘛 不要以物小而为之 对吧 不要以善小而不为 那么 往往我们大家在不经意之间 其实你已经越过了人生的一个鸿沟 一条红线 而且极有可能是一去不复返 这就是我们说价值观嘛 那所以我建议群里边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住 诚信 credibility 走到哪 因为一定要让别人知道 你可靠性很强 你才会有机会 如果你的可靠性不强 想想谁会把那种倒嘴边的肥肉 这种机会给你呢 人家怕你在那最关键的时刻 犯那种低级的错误 再有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个大家可能听着就有点像说教 对吧 这个是就跟我们聊上credibility integrity 很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很多同学 在世界名校毕竟 对吗 居然后边找工作的时候找不到 而且呢都这么好的学校 这么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那么多好的企业一轮一轮的过关 最后没有能够拿到offer 为什么 人家一查 我讲您这五六次逃票 其中三四次被抓 第一次原谅你 第二次你不不懂 第三次你就是有意而为之 那么人家在看您这租房的记录啊 什么您这个信用记录啊 这一看我讲谁敢把这么这种工作交给你呢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素质就是坚持 persistence 有没有这种韧性 那个我们大家看到肯德基啊 你一定想起来一个白胡子白白头发老爷爷 老爷爷当年研发了这个炸鸡配方之后 老爷爷呢就想把就专利申请完了 他就想把这个专利卖 赚点小钱嘛 他就拿着自己这个专利缝着一个餐馆就走进去 就是您需要专利吗 不您需要买我这个配方吗 走进去一家 人家不要 又走进去第二家不要 第三家不要 第四家不要 各位同学听好 老爷爷被一千多次拒绝 我不知道我们群里边的小伙伴 对吧 男同学也罢 女同学也罢 对吧 有没有像你的意中人表白过 如果你做了一千多次的表白 一千多次被拒绝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首歌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而肯德基老爷爷坚持下来 今天他变成了一间世界五百大企业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有的时候 persistence resistance resilience 就是你能够有足够的柔韧性 遇到困难 resilience 遇到了困难 你能够说我这个能够坚持下来 甚至于呢必要情况下 我可能要有一定的弯曲 这就是我们灵活度 你要把握 同时最终我还能够塑造自己走向成功 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学 这是第一个我刚才说的 你一定要有的价值观 values 我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定义啊 这个一个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是总的判断及看法 它的总和叫价值观 这个定义啊 这个那个估计大家听完了以后 这是想说啥 对吗 其实呢你就把价值观理解成一个什么 一个判断的准则 对吧 第二专业技术能力一定要有 自己一定要修一个非常好的专业技术 在这专身 同时你要具备一定的管理及领导能力 如果这三个 就通常咱说素质型教育 素质型教育 competency based 对吧 什么叫competency 就是这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你缺了哪一个 你将来成功都有问题 所以在这强调一下 我们大家一定要提升自己的素质模型 competency matrix 对吧 然后呢 我我给大家罗列一下 我们在这不多花时间跟大家说 管理和领导能力 其中包括七个 第一个计划能力 长远的计划 就是战略规划嘛 人生规划 这就是一个能力嘛 long term thinking 对吧 长远的思考 长远的规划 这是第一 你要你先要有个目标嘛 你得讲个动听的故事嘛 对吧 第二 您自己得有这种协调和组织能力 coordination和organization 你定了人生的目标 你定了企业的目标 你定了一个组织的目标 你定了一个国家的目标 对吗 有没有 你有没有能够协调和组织足够的资源 跟你来一起实现这个目标 大家对你这个梦想共同的理解 你所期望的共同的认知 所以像毛主席跟大家说的打土豪分田地 朗朗上口 普通老百姓全都懂 跟着你走 沟通的目标 沟通的目标 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把我们刚才说的那第二个组织和协调来的资源 变成现在的第四个团队 也就是说你得有团队建设团队管理的能力 形成一个那个紧密纽带凝结在一起的一个组织 而这个组织形成了干什么 你得解决问题嘛 problem solving 所以大家记住啊 将来你无论如何要学外语 电脑网络 专业 还有一定要学会problem solving 解决问题和决策 decision making 在这呢我也顺便插一句 今天我跟大家讲所谓的人生规划 对吧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 一经里边的前卦 那么一经就是在告诉大家什么 在这种诸多变化 今天都叫物卡嘛 VUCA 对吧 其实呢就是在这种多变的环境之下 你找到不变的规律 中国把它叫经 中国把它叫道 明白了吗 所以你看啊 纺线织布横着的缩着 刷刷刷刷 穿过来穿回去 那叫尾 它都是在动 它都是在变 竖着不变叫经 所以中国所有的书都叫经 一经 皇帝内经 山海经 对吗 你凡是构得上这种档次的书籍 它必须都是经 就是我们找到了不变的规律 而一经 我建议大家不要算命 不要把它理解成是算命 特别是什么呢 将来我们大家在人生规划的时候 绝对不要玩八字 动不动就说来算个八字 对吗 其实我告诉你 最早鬼谷子是用六字 怎么讲六字 对吧 年月日嘛 就是你出生的年月日 后来发现不对啊 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命运迥异 结果到宋代 把这个六字又做了一个拓展 时辰 所以呢 年月日 十八字 所以将来在聊人生规划的时候 千千万万不要算命 别拿八字去算命 为什么 咱群里边的小伙伴 你只要具备高中的数学能力就行 我就 我现在就给你算一下 对吗 年 咱就按中国古老的国学传统来计算 对吧 六十一个甲子 对吗 所以年 你用六十 可以吧 月 十二个月 这没得说 哪都一样 对吧 日 咱就按三十 就是古老的中国阴历 基本都是三十天嘛 六十年 乘以十二个月 乘以这个 那个三十天 一天是十二个时辰 对吧 这就八字嘛 年月日时 细心的小伙伴 你现在都算吧 对吗 真正呢 如果这个甲子是六十嘛 你也可以用十二算 也没关系 十二十二年一个一个轮回过来 但是真正一个甲子是六十 对吧 你拿六十乘以十二乘以三十 再乘以十二 你算算 对吗 全世界七十亿人 就是这几十万种活法吗 显然它是不对的 这就是我用的什么 咱大家高中学的概率 所以将来人生的规划 绝对不要再相信算命 八字不要信 一经 记住 六十四卦 实际上是人生常见的六十四个问题 而其中的钱卦 就是人生规划 那比如说像师卦 就是打仗 对吗 这个宋卦 打官司 千卦 注意啊 六十四卦里边 每一卦六摇 对吧 经常每一摇都有 急 凶 这个一说急 一说凶 咱们大家就直接把它跟算命 挂在一块了 其实急指的是什么呢 你这么做就对了 凶指的是什么 你这么做就错了 所以将来大家不要一见到急凶 就直接跟算命对接 当然我本人 这是对一经的一些个肤浅的理解啊 那个可能呢 会有那个更高的高手 那人家真的能不能拿一经算命 我不敢断言不能 但是呢 我仅仅是用我自己所学的这些概率知识 以及我对一经的了解 六十四卦就是人生常见的六十四种问题 这种问题你怎么做 如果按照这个做 你就急 不按照这个做 那你肯定就不妙嘛 你可能会闯祸嘛 你可能会惹麻烦嘛 那当然就是凶嘛 好了 那刚才那是解决问题嘛 聊到了这个一经六十四卦 人生常见的六十四个问题 在解决过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有创新 Innovation 一定要有创新 所以创新让我们人类走到了今天 今天我们手上的一个手机 就已经解决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嘛 那么 那个 这这在二十年前都是很难想象的 对吧 二十年前说 那个 我记得三十年前发那个传真 我就 那就已经先进 这么 Fax Machine 那时候给别人拿出名片来 特意的跟人家说啊 给我发传真啊 Fax Number 让我这传真得买一个带有传真的电话机 还得有传真纸 今天要跟人家说老家您给我发传真吗 你得多掉 这儿 对吧 土成啥样的 对吗 这就是Innovation 创新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人还要有激励他人和激励自我的能力 第一我能激励别人 第二我能激励自己 其实呢 我们往往最难做的是什么 尤其是成功人士 我们把别人都激励的特别好 你能不能很好地激励自己 很难讲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独自端着一杯二锅头 走上凉台 四十五度角 仰望星空 那个时候 仰起头 仅所没 端起酒 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要扛住自我压力的时候 好嘞 我啰啰嗦嗦的说了很多 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我刚才提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塑造人生的成功 第一价值观 第二专业技术能力 第三管理及领导能力 这叫素质模型 然后呢 如果你塑造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 因为你学什么单说了 对吧 那个价值观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解释 像credibility integrity 而 到了那个管理及领导能力 我给大家罗列了七个 注意啊 如果这七个能力 就是第一三大素质 第二管理和领导的七个能力 你都具备 第一 计划 第二组织协调 第三沟通 第四团队建设 第五解决问题及决策 第六 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创新 第七 你能做到这个激励他人 激励自己 具备着三大素质和七大管理及领导能力 说一句粗俗的话 流氓会武术 没人挡得住 给我们大家一点时间吧 我聊了大概五十分钟了 后边我大概还需要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什么反馈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随时提出来 随时打扰 那个对于我来讲不是打扰 实际上您就是贡献了一个Apple 一个苹果 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去分享 如果呢 各位群友感觉说 您发的上边那张胶片 看着太复杂了 对吧 那个能不能简单一点 我呢就给您补充了下边的 这张胶片 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点接地气的话 简单一点 大家都能够 按照网络语言 说人话 大家都听得懂 什么叫人生规划 其实它就跟一个企业的战略规划 一直一样 也是什么 我们人类的终极的这三四个问题 什么呢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去哪 我怎么去 各位同学注意啊 这个我是谁 是不是就对自己 有一个准确的分析啊 刚才我们提到 你要自知嘛 对吧 我在哪 我今天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对吧 我要去哪 这就不 这就是在定战略的时候 咱经常说的vision and goals 对吧 什么叫vision 你眼睛能够看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对吧 that is vision 我怎么去 这就是什么 我实现目标 我要采取的一些策略 通常我们称之为strategy 或者叫strategic objectives strategic initiatives 企业回答了这四个问题 就叫战略 strategy 而我们青少年同学们回答这四个问题 就叫什么 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 对吗 人类在问这四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的回答就变成了那个基督教 有人的回答就变成了佛教 有人的回答就变成了穆斯林 也有人的回答就变成了道家 儒家 法家 等等 所以这就是人类终极智慧 也就是哲学四问 其实人生规划就是哲学 您仔细去想吧 只不过呢是到了1953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 这个人叫Donald Super 唐纳德书博 他在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个时候他开天辟地 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单词叫career path 翻译成中文叫职业生涯 今天咱们老说这个单词嘛 其实不用等到1953年 千百年来 伟大的中华民族把这个叫 视图 将来咱们大家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注意呢 呃 他跟一个企业去做那种战略规划是一模一样 第一你要考虑你自身 第二你要考虑外部的环境 所以大家看这个圈啊 这个圆你要看外边 对吧 那那个如果您那个顺应 外部大的环境 这就是雷军经常说的一句话嘛 对吧 我能坐在风口上 那即便是头猪 他也能飞起来 为什么 这就是我对外部环境一个把握 而外部环境你把握不好 那显然你就有问题 所以呢 那个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 将来你就要关注 全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变化 什么意思 您自己 我举个例子啊 说您自己是学习 那个网络的 对吧 特别是什么呢 这种网络的终端应用 APP等等 结果你非要跑 去爱沙尼亚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我讲 您这 您想想到那地儿 老百姓用得着这些吗 他用不着 这就是我说 你要关注一下 人文 经济 经济 外交 政治 甚至于是战争 说今天 眼瞧着这个俄罗斯乌克兰俩人越来越紧张 对吗 您自己非要投身到那儿去 说我要带着到那儿去投资 我讲那你得喝多少酒 脑子里你得灌多少水呢 观察了外部环境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了 注意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大家 您必须要有的 当你啊 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 要考虑的六大要素 什么呢 态度 目标 能力 兴趣 方法 行动 针对态度 那 还是这句话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啊 那个我们没有好坏 没有对错 记住 他都是你的一个选择 您比如说啊 像马云就经常说的一句话 那我就是要折腾 对吧 但是庄子选择的就是逍遥 注意啊 这两个人 人生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哎 我建议我们大家呢 就你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第二个呢 是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嘛 这个呢 我建议大家 无论如何要有 你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对吧 说 那个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对吧 我呢 要给我的爱人 或者说我的妻子 我的家庭包括我的父母 对吧 我要买什么样的车 买什么样的房 商品房 呃 那个不一定全款拿下 但我应该已经呃 那个交完了首付 我已经实现了我自己的越购 就这个目标啊 他可以是非常实实在在 不一定是多么虚幻的 解放全人类 这有点太远 而且往往这个目标呢 他可能会调整 他会变 你比如说像咱群里边有很多老师 很多大咖 包括我们的同学 对吗 你上小学的时候 你能想到你今天上大学 你是学这个专业吗 不一定 你当年上大学 学的专业和你今天毕业以后 你找的工作 你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吗 不一定 对吧 所以他经常会做一些调整 无所谓 同时要看自己的能力 能力这一块 也就是说 我自己做什么是最有优势的 将来我们所有的同学 记住我这句话 死死的记住 一定要充分发挥你自己的优势 把你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那是你的长版 换言之 把你的长版用到极致 人生成功的效率是最高的 补短这一块不能缺 你必须要去补短 但是记住补短很慢 效率来的特别低 那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喜欢数学 因为他酷爱数学 所以他自己的语言 拉丁语 就是英文 拉丁语学的太测了 甚至于因为学不进去 最后呢 在学英语 在学拉丁语的时候 他把数学和物理的题 带到人家课上去做 这个对老师是极大的冒犯 对吧 你我这个课你学不好 也变罢了 你在我的课上 干别的课程的作业 结果 这两个老师 英语老师 拉丁语老师 急了 急眼了 找到校长 说这学生不行 无论如何得把他开除 咱也不知道是为啥 这个这个校长 居然没有开除这个同学 不幸中之万幸 更加万幸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同学 他守住了自己 对数学和物理的爱好 也就是他让全人类 一次又一次的开悟 他做了相对论 推翻了牛顿的理论 同时也对量子理论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你们应该知道 我说的这个人 是爱因斯坦 所以什么叫能力 特别是在能力这边 守住自己的长板 让波尔特去跟孙杨 比一比游泳 歇了 对吗 让那个姚明去跟波尔特 拼一拼咱这个百米冲刺 歇了 什么呢 知道自己的能力 选择自己 自己正确的赛道 这个能力一定是自知 自己对自己的了解 对吗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呢 你要排除很多干扰的 对吧 高中篮球队的教练 找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长 跟这个孩子的家长就说了 第一 这个孩子身高没有什么优势 第二呢 这个孩子打球的时候真是没啥灵性 所有这些都加在一块 这个高中篮球队的教练 非常认真的劝这个孩子 劝他的家长 别让这个孩子在篮球上耽误功夫了 大家听好 这个孩子叫乔丹 人类不幸中的万幸 爱因斯坦没有放弃数学 没有放弃物理 乔丹没有放弃篮球 为我们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为什么 兴趣使然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他也是我们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 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人总是会说 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干一辈子 其实 请各位同学认真的想一想 我们人生啊 有两句话 其实乍一听起来 特别有道理 仔细一想 真他妈没道理 第一句话就是巴菲特说的 我只投资我熟悉的行业 这句话是巴菲特人家自己理解 你如果玩投资玩股票 记住你真的不一定理解 为啥 想想你自己吧 你在买股票呢 最后的一瞬间 你毕竟要买这家企业的股票嘛 对吧 这个时候你问问你自己 你熟悉这个企业吗 你了解这个企业吗 你熟悉这个行业吗 对吧 所以很多人都是几乎都是半蒙着去买的 对吧 当然蒙对了 那您就赚了 蒙错的人可是很多哟 第二句话 就是找一个我喜欢的行业干一辈子 错了 为什么我说错 想想你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对吗 你知道你喜欢什么吗 认真的想想你不一定知道 你知道你不喜欢什么吗 认真的想想你也不一定知道 即便是什么 比如 我喜欢斗地主 没准过了半年一载 你又酷爱搓麻呢 很难说的 当然 有没有人是失智不渝 一辈子就喜欢的 当然有 对吧 这个咱绝对不否认 但是呢 这种事很少很少 就普通人常见 像我刚才跟大家举的例子 对吗 你小的时候什么百分 拱猪 50K 对吧 敲三尖 对吗 后来再往后走 说我们这个斗地主 搓麻 对吧 光一个搓麻 你可能深圳打法 福建打法 北京打法 那个 那个四川打法 那家多了去了 你知道你喜欢哪个吗 你知道你爱哪个吗 很难讲 有兴趣 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 为啥 就我们群里边这么多的小伙伴 我就问你 有多少人 你想想你当年 说我酷爱英语 对英语的兴趣特别大 你当年买了多少英语书 教科书 课外读物 贩毒 精毒 疯狂记忆 几万个单词 家里边恐怕字典也背了多少本 对吧 来 认认真真的 我还没说光碟卡带 对吧 认认真真 当然现在了 您可能就是这个 什么知乎啊 喜马拉雅 荔枝啊 你买一个 对吧 哎 你认真的问问自己 你哪一个坚持到最后全都听完了 你是不是仅仅停留在兴趣而已 而并没有把这个兴趣坚持下去 而且即便你认定它是一个兴趣 但是呢 当你拿到了一本书 或者你买了一个一百多奖几十奖的喜马拉雅 荔枝荔枝的这些个课程都没听完 为啥坚持不下去 而且越坚持越感觉 真他妈无趣 各位同学有同感没有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 同时你还得有方法 你还得把它落实到行动上 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 成功的人士和不成功的人士 差距在哪 就在最后 走向成功的方法 以及这个方法最终落地的行动 记着啊 人跟人的差距就是什么 有的人仅仅停留在想法上 而有的人把想法变成了 迈出去坚实的一步 两步 三步 你也就把那些个有同样的态度 目标能力兴趣的人 但是他没有方法没有行动 你把那些人甩下了几个街区 而态度 目标能力放在一起 就是您人生规划的核心优势 能力 目标 兴趣就是您的事业导向 能力 兴趣 方法就是您的兴趣导向 以及兴趣方法行动 就是你的方法导向 这一张胶片 请我们群里边的小伙伴 无论如何要死寄 我在这张胶片上 大概也要花个十多分钟 二十分钟的时间 呃 那个 我这儿啰里啰嗦 唠唠叨叨 但是呢 咱距离结束很快了 我也是卯足了劲了 呃 尽量给大家说一些接地气的话 用一些接地气的语言 尽量提高一下他的兴趣点 这样的话 让我们大家听这个课程感觉 嗯 有点意思 同时还有点收获 如果我们大家去规划人生 记住啊 一个土字 你看 仔细看这张图 它就是一个土字 从最下边啊 就最下边最长的这一盒 您要成长和探索 对吧 请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大家有细心的同学 愿意记笔记的话 对吧 请你在这个探索阶段 记住 写上谋事 谋划自己未来发展的态势 谋事 前边我跟大家说过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人生规划 其实就是《易经》六十四卦里边的第一卦 情卦 对吧 前卦在这个时候 就人生在这个时候 成长及探索阶段 就是前卦里边那个浅龙物用 所谓的浅龙物用啊 不是说不用浅龙 说大毕大学刚毕业的小孩 不用 他这个物用指的是什么呢 不要躁动 青少年朋友听好啊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不要躁动 这个时候要学会谋划 也就是说认真的自知 认真的知道我自己所处的位置 好好想一想 倒天地降 那什么是探索啊 探索你肯定是什么 这个也是 那个也是 那自然会出现什么状态 在这个时候 你基本上是半年一跳槽 对吧 就是过去我认为我喜欢这个 结果干了俩仨月 哎呦 真他妈不喜欢 换 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我喜欢这个 我干这也喜欢 但是呢 这老板啊 我上级直接的垂直领导 我家我俩不对付 没招混不下去 还得换 我再喜欢 我也是带着一生叹息 离开这个岗位 完全有可能 所以在探索阶段 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三四个月半年一载的 你就换一个岗位 我理解你 但是记住 一般的人 如果他对于人生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不是特别懂 很多人会给你贴一个非常不幸的标签 他说你不踏实 群里面很多小伙伴有没有遭到过类似的境遇 其实不是你不对 是说你不踏实的这些人不对 为什么 他忘了他当年也是这么探索过来的 什么叫探索 我得探 我不探 我怎么知道 而谁又能保证 我一探 就能成功呢 我一探就能在同样的一个岗位 同样的一个专业 我干的十年二十年不变 那我命太好了 对吗 那么 走过了这个探索的阶段 下面我们大家就一定要记着了 您必须得是什么呢 走向专身 这就是人生规划四个段位 从第一个段位的探索走向专身 而在探索和走向专身的这个过程当中 小伙伴们老家你记一下 从谋事走向顺势而为 这个时候不要挑企业 不要挑老板 不要挑老大 不要挑氛围 为啥 你没资格 您必须是适应你所在的企业 适应你的老板 顺势而为 而且记住 美国有一个研究绩效的专家 这个人呢 叫格莱德维尔 Gladwell Mac Gladwell 这个人名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说的 一万小时法则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一万小时法则 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 什么呢 记住啊 你以专业的态度 经受专业的训练 从事专专业的工作 达到一万个小时 你就是专家 那么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 那各位就要记住了 通常你去以专业的态度 经受专业的训练 从事专业的工作 你要达到一万个小时 这就三五年就出去了 对吗 你算算那个时间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耐心啊 有没有这个耐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在专业的道路上 越走越专身 对吧 你一定要学会等待 我再强调一下 学会等待 也就是什么呢 刚才咱说谋事 顺事 现在你要记住 待事 等待适合你的那个形式 记住啊 司马仪 我们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那个什么司马仪 虎啸龙吟呢 军师联盟等等 对吧 这两部电视剧 建议大家认真的看 其实呢 在电视剧里边说 司马仪把自己的两条腿给压断了 用在他们家后院 用那个牛车 把自己两条腿压断了 装病不去 就no 真实的史实不是这样 真实的史实是什么呢 是司马仪啊 那个他爹 记住啊 这个人叫司马房 司马房是什么人呢 是曹操的启蒙恩师 曹操虽然借着他自己爹 借着他自己那个宦官的爷爷 对吧 他混到了东汉朝廷 但是呢 他进去之后跟着干的人 就是司马房 最早把他 这个提拔成 说从国家公务员提拔成科级 就是司马房 记住啊 这可是人生一大飞跃 所以司马房对曹操那是什么 真真正正的提携之欲之恩 所以曹操得势之后 他就找到了司马房 他就跟司马房说 恩师 当年您提携我 今天我已经是国务院总理 那咱司马家的孩儿 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 直接找我 直接录用 只要咱家孩儿到18岁 您就交给我 恩师 当年您提携我 今年我提携您孩子 那司马房高高兴兴 回到家去 他两个儿子够18 大儿子司马朗 二儿子司马 这个司马懿 结果呢 司马朗肯定高兴吧 但是注意啊 司马朗是什么人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13岁考上北大 超强大脑 我天哪 说这个司马懿当时就走 我的妈呀 我要跟我哥去 这辈子我就废了 为啥呢 到曹操那儿一比 我家我哥超强大脑 那我整个就半残了嘛 所以呢 司马懿心里边想的特别明白 绝对不能跟我哥一块去 跟我哥一块去 那我这辈子就是永远活在他的阴影里 所以呢 司马懿才装病不去 司马朗知道自己这个弟弟嘛 所以司马朗临走的时候就跟他弟弟做了两句话的交代 第一句话 等哥混出个模样 他回来带你 回来带你 一起飞 哥带你飞 第二 一直被模仿 从未 被超越 结果 司马朗去了 司马仪 装病 而其实啊 人生的成功啊 往往就是这么意外 为啥呢 到了曹操那儿 曹操一看 我的天 你们司马家来的这孙子就这么牛掰 司马朗嘛 对吧 超强大脑 那他娘没来的那个装拽的那孙子 那应该更牛掰呀 对吧 这你想想曹操他恰恰是这种人 结果说这 那你家这 你这弟咋没来呢 司马朗就说我这弟啊 病了 我靠 这一下 郑重下怀 为啥 曹操心说 他妈当年我六岁装病 让我爹 让我爷爷收拾我叔叔 对吧 他他妈老妻我 所以呢 我他妈装病 让我爷爷 让我爹奏我叔 他们年纪相差不大 所以曹操心说 他妈装病 我是鼻祖 你能比我还能装吗 所以结果呢 曹操反而对司马懿更有兴趣 咱简断解说 对吧 这个 最后呢 曹操反而是实在等不及了 在这过程当中 什么司马懿他老婆还杀了个仆人 这个曹操派人天天在他们家那个房顶上盯着司马懿 你妈到底病没病 弄得司马懿只能是天天在那躺着装装疯装病 最后曹操没耐心了 说他妈你再不来直接就把你杀了 那年代就是你不给我效忠 那你给我敌人效忠 那就麻烦了嘛 司马懿你说他就这么准 本人就这时候他醒了 他病也好了 我应征 我去朝廷 结果一去曹操直接就给他封了 第一 国务院办公厅一命 那就是曹操一命 跟杨修俩人并列 但是下一个职位就更要命了 什么呢 曹批的老师 注意啊 我在这讲了这一堆故事 我就是在告诉你 司马懿 会等待 有的时候 我们大家啊 为了个人的成功 就无论如何我要做点什么 不做点什么 我就熬不住 不做点什么 我就难受 反正我得捉 结果就是不捉 他真的 我可能就捉死我自己 而司马懿 学会了等待 能熬 他熬死了曹操 熬死了曹批 熬死了曹锐 最后还换了曹芳 同时还熬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诸葛 诸葛亮 说到这儿 人生的成功啊 第一健康 第二 熬死竞争对手 精彩吗 有点意思吧 各位小伙伴 各位小伙伴 你也一样 学会等待 不要着急出手 您现在仅仅是 显龙 在田 你需要贵人 相助 王宝强丢到人群里边 他就是个卖花生豆 他就是个建筑工人 但是他需要一个贵人 冯小刚 冯小刚把你塑造成今天成名的王宝强 所以人生的规划 从显龙勿用 走到显龙在田 这个时候 你记住 自己一定是要什么 学会等待 而且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 贵人相助 同时一门心思 在这个专业上 做到一万小时法则 等你砖到顶了 你从一个出纳变成了会计 从账务会计 变成了税务会计 管理会计 最后变成总会计师 你已经砖到顶了 对吧 这个时候 你就变成了一个企业的关键人才 你就变成了这个企业 必留必保的对象 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什么 从过去的顺势 那个谋势 顺势 带势 对吗 现在你已经可以怎样 造势 就像当年毛泽东 对吗 我呢 带着队伍上井刚 从井刚走长征到尊义 从尊义 再走到最后的六中全会 然后我走到延安之后 我已经可以造势了 那时候 斯大林跟我说 你跟蒋介石化僵而至 抱歉 爷不听你的 毛泽东 在那个时候 顶住那么大的压力 写下了 一江圣有 追穷寇 百万大军渡过长江 一统江山 你也就完成了 当年我们共产党对 共产国际 对吗 我们都是什么呢 这个 替龙 月龙 对吧 君子 终日前前 今天我就要飞龙在天 一统江山 但是人生往往 钻到顶的时候呢 就麻烦了 为啥呢 就你正好到了一个瓶颈 什么瓶颈 你想吧 你变成了总会计师 我刚才举的例子 或者说你变成了总工程师 这个时候人生是最尴尬的 为什么呢 再往上爬 很难了 但是低头一看 我的天哪 下边这人吸了哗啦 又追上来了 横平着再一看 我的天哪 我这些个同伴 一个个熟拾我 天天冷眼对我 所以呢 低头看下边全都是什么 那个满头大汗 挤眼往上爬 可不能把你挤一边去 横眼 横着一看 都是冷眼对你 再往上看 你老大的定眼 踩着你往上走 踩着你往上走 而且 这个时候呢 孩子叛逆 媳妇危机 你到了更年期 这就是通常说的中年危机 这个时候就逼着你必须跟企业一样做什么叫战略转型 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从专才培养成通才 注意啊 这就是人生的这四个段位的发展过程 大家记住我这个土字形 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 你就可以造势 对吧 我已经是什么 像我前边说的流氓会武术 没人挡得住 而往往呢 我们大家走到这一阶段的时候 基本上就你可已经可以是什么呢 飞龙在天 而 潜挂最后一个叫抗龙有悔 就当你走到最高的时候注意自己收着点 对吧 别太折腾 以至于把自己折腾的身家大损 那个时候成熟的麦顺 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所以真正研究易经的人 你会看到 抗龙有悔 后边跟着的一个字是 急 为什么 您知道夹着尾巴做人 那就算你吉祥 你就算做对了 这时候你不夹着尾巴做人 你在金融的会议上大放厥词 你那就是自己找收死 那当然了 还是这句话 我们只是一家之见 没有任何的立场 仅仅举一个例子 到此为止 我跟大家的分享 基本上就 讲完了 我跟大家呢 重点的回忆一下 什么呢 第一 其实呢 我们讲的人生规划 并不是我自己的独创 是我参照了 《易经》六十四卦里边的第一卦 前卦 第二 我们大家在塑造人生的成功的时候 针对成功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和谐 宁静 以及这是Steven Kobe的说法 或者就是孔子和曾子之间的对话 其实它同样是什么 自我价值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另外呢 我们大家如果 说我去塑造自己人生的成功 记住三大素质 第一 价值观 第二 专业 第三 管理及领导能力 另外呢 就是我们大家呢 要记住这四个段位 从探索走向专身 记住啊 一定要专身 而且在探索的时候 不要离开自己能力的长项 在那个时候 不要拼短板 这就是天际赛马 对吧 就是用我的长板 跟它的短板去比 那我当然就赢的几率就大了 这就叫什么 比较竞争优势 它就是企业战略嘛 对吧 所以呢 从探索走向砖身 而这个砖身 我们强调了一万小时法则 砖到顶的时候 那时候人生就到了一个平静 这个时候一定要怎么办 打自己从专才 变成通才 为啥 你已经一通百通 触类旁通 最后再把自己培养成管才 妥妥地完成了人生的四个段位 后边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 规划自己的老年 把我创造的财富 放到几个不同的篮子里边 过我自己和谐 宁静 非常 harmony 这样的一个人生 祝大家好运 good luck 最后欢迎大家 第一拍砖 第二提问 第三互动 第一拍砖